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又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桌子上有价gameboard advance 今天我们要拍什么呢 其实在2019年 如果是喜欢玩掌机的掌机迷门 他们都应该知道 在这今年里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选择了 不停的有新款的游戏掌机出来 不管是大厂宅机厂都非常的多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 该不会是有新款的GBA吧 是的 不过不是新款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和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在中国国内有一家小厂家 他们自己所开发的套件 在市面上不是已经有卖这样的套件吗 是的 市面上是已经有在卖制了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gamecase gc的套件 这样gamecase跟他们的有什么分别呢 市面上的套件 他们都是用树莓派的 他们通常会有选择是树莓派0还是树莓派cm3加 然后在这个gamecase呢 他就没有多的选择 他就一种就是树莓派cm3加 这样子没什么特别 这样子有什么官方的照片或者短片可以看看吗 有的 我们比较幸运 我们也拿到了一些比较短的短片跟几张的照片 这样我们就恶化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来看看他到底跟市面上的有什么分别吧 好首先从第一张照片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gpa 一个是白色的跟一个是白透明的 你这样子看下去对吗 你会看到白色的gpa的屏幕是比较大的 他们所推出的就是3寸跟3.5寸的屏幕 这样很多人他们都会问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的 经过我们跟厂家询问他的意见后 因为这个是套件主要是让喜欢自己去动手的 有动手能力的去组装自己的树莓派掌机 所以呢他就觉得呢他要出两种不一样的屏幕 来让他们更容易的自己去适配跟组装 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太麻烦的你可以直接拿3.0 3.0的你就不需要切得太多 如果你是拿3.5的你就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去把你的外壳给切除了 看影片是没有摇杆的他们没有打算配上摇杆吗 其实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那时有询问了官方 他们有说了这个并不是最后的一定会推出的套件 相信他们还在适配跟在处理着 这个只是一个短片说他们已经现有的东西组装好了 他们在测试制所有的好像软件硬件的适配了 所以到底有没有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采用ips的屏幕吗 是的 两个都是3寸的他就没透露很多 3.5寸的我所知道是ips屏幕全贴合屏幕 然后重要是他的分辨率是达到640x480 如果价钱漂亮还有配上摇杆和3.5寸的屏幕 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 那我就希望厂家能看到我们这个影片了 把摇杆给加上去 对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了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了 这里了如果还没有订阅的 帮忙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还有打开我们的频道的小叮当 对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 一直在介绍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 好了到这里为止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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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